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方面认为俄罗斯不会入侵乌克兰 或者仅仅是一次很小规模的惩戒 一次所谓维和部队去保护东部要求独立的这个敦巴斯地区的行动 这个才能够解释为什么当时中国的外交部会很高调的表示说 和俄罗斯的合作是没有止境的 没有禁区的和没有上限的 这种表态如果没有足够的安全系数 那就只能被理解成为是一种冲动的不成熟的国际关系的表态了 那么最近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就认为 中国可能确实没有得到普京的任何提示 普京在访华期间也只强调了美国对中俄两国的压力 使得中国感觉到和俄罗斯通力合作的必要性 于是他们就做了上述的很冲动的表态 中国人根本没有想到普京会做出如此大的动作 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韦 大规模的入侵一个主权国家乌克兰 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 这个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很不情愿的被置于聚光灯之下 谁都知道一旦俄罗斯因为自己的鲁莽而遭致国际社会的惩戒 那么中国则是俄罗斯最大的救星 甚至是唯一的救星 进美国和西方的技术上将会受到更多的限制 在开拓西方的高科技市场上可能会受到更为严格的审查 另外由于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的关系的改变 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中的欧洲部分就几乎完全不能实现了 大家去看那个地图 看得出来中国偏袒俄罗斯的姿态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在联合国通过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决议中 中国投的是弃权票 所以这个表态对于中国的国际形象是有严重的影响的 在国际政治上并非是完全没有道义 虽然大家的道德分确实都不太高 但是高分依然比低分要更占据国际的话语权 这个就是一个软实力 好 这个是中国会受到损失的一面 但是另一方面 如果俄罗斯和北约的关系严重的恶化 美国和西方国家将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用于欧洲的防务 那么奥巴马总统时期制定的重返亚洲的这个计划 就可能被迫分流一部分资源 其实现在已经有人开始把这个中国对于台湾的可能的军事行动 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相提并论 这个两者还不完全相同 但是从吸引美国注意力这个方面 从长远来看 俄罗斯和西方的剑拔弩张恰恰是中国最希望看到的 这个是中国可能的在这次事件中的一个获益 因此我之前就讲过 中国是在走一个非常危险的钢丝 在似乎试图去平衡这个利弊 所以我们看到 一方面中国立刻向俄罗斯表示了善意 决定完全开放对俄罗斯小麦的进口 但是另一方面 中国的银行则响应了美国的制裁的政策 果断的终止了一些购买俄罗斯大宗商品的信用证 虽然这些信用证只是用美元计价的 换句话说 交易双方如果同意以人民币计价的话 这个交易其实还是可以完成的 但是这个至少是中国表现出来的一种姿态 他们并不愿意完全被看作适合俄罗斯人在一个战壕里 所以他们也部分的响应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 中国的外交部在昨天凌晨两点发表了一篇文章 强调说中方坚定的主张尊重和保障各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一国的安全不能以损害他国的安全为代价等等 这个表态就明显的开始试图摆脱这种俄罗斯帮凶的指责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周五和普京通了电话 有趣的是 中方对于这个电话会议的报道是这样 说习近平强调了中部逢源一句话说的八面玲珑 摩棱两可 这个其实是一种非常过时的国际关系处理的策略 这方面中俄两国都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好以上是今天的明察秋毫 感谢后期的制作人员 也感谢各位关注明镜电视和明察秋毫的听众和观众们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我是Eric 我们下一期再见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